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财神耶主动上门撒钱,从此不缺贵人也不缺钱的生肖,生肖虎,熟虎的朋友三月开始运势火爆,财神主动上门撒钱,不缺贵人不缺钱,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朴素而简单, 但八月之中有喜事发生,天丁天福之喜让他们乐开怀,而钱财的止境不出,更让他们感到自信无比,小人统统远离,贵人悄悄接近,生活和事业都有望更上一层楼,生肖龙, 属龙的人三月开始运势火爆,财神主动上门撒钱,不缺贵人不缺钱,将会笑口常态,心想事成,音乐德,金鱼等贵人心的伴随,未来十天属龙人,将会迎来运势的高潮, 此时需谨慎消沉,方能求财顺畅,求偶顺益,若能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,必能得到超预期的酬陷, 尤其是财运方面大吉大利,有财富翻番的喜讯,而且无灾无病,平安顺畅,生肖猴,只要是属猴的人, 今年十年大运亨通惹人羡,今年就算眼下再穷也有望转运,运势在金鱼性的鼎立相助下,得到加持, 红红火火在财运,风生水起在生意,很多平日里,和他们关系不俗的贵人, 都将未属猴人带来喜讯,生意场上能靠他们发财,事业上也有人,提拔他们的方方面面, 日子过得如财神撒钱,手里一缺钱,自然就有横财降临到手,生肖马, 生肖马天将大献饼,月底财气亨通,横财不断财神也撒钱, 不负都难,他们有幸遇神人相助,有股动力直往上冲, 作业平步清云,其他手气爆棚,发财定中将,轻松得财, 荣生富有宝座,金银齐来令人眼红,生肖狗,生肖属狗的人天生运势不错, 尤其是天财运,未来十天财神下凡撒钱,横财大法, 比一夜暴富,富甲一方,属狗的人在事业上, 会有很大变动,机遇横生,只要他们能够紧紧抓住机会, 便能大有所获,赚得盆满锅满, 还有望遇见命中贵人,财博公有福星助手, 能集四方之财,富甲一方,福入双全, 拿摩大慈大悲,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蜀猴人最苦命和最好命的出生月份, 大家都说准,一,蜀猴几月命苦, 十,十一月,一,出生在十月立冬的蜀猴人, 非常有才华,但他们总是纸上谈病, 实践能力不足,所以难有非常大的作为, 同时他们有些不思进取, 每天只想住天上掉馅饼的好事, 也缺乏干一番,事业的决心和耐力。 二,出生在十一月大学的蜀猴人, 虽然胆量高,能力佳,但是家庭缺乏和睦的气氛, 所以也难以得到亲友的帮助, 同时他们也心浮气躁, 所以不适合干一番事业。 二,蜀猴几月出生最好命运, 三,四,七月,一,生肖猴非常聪明, 反应很快,出生在三月的生肖猴, 才智过人,江湖有伴,香灵有甜, 婚姻美满,终身失性,假色难成, 运营可起,凡事顺来逆去, 改货成乡,出路光亮, 他们婚姻美满,能得到家人的支持和协助。 在工作中,也有良朋好友, 支持自己的事业发展。 二,出生在四月的蜀猴人, 虽然不是天生荣华富贵之命, 一路走来有心酸,忙忙碌碌度过, 但是老天爷是公平的, 赋予四月的萧猴人, 天资过人的聪慧, 虽然打平到中年时期, 才能让生活变得丰厚, 下半辈子也能无忧无虑。 三,出生在七月的蜀猴人, 出生在历秋之时, 五股风登, 一倍时间,一倍热, 即是播种即时收, 安定安闲度平生, 还算是可以享清福的, 有家人的帮助, 两夫妻相处和睦, 以后子孙孝顺, 虽然没有惊天动地事业作为, 但依然能过住一路丰厚的生活。 七月出生的蜀猴人, 并没有什么大志, 但生活依然可以悠哉悠哉,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, 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静, 孝口常开, 生意兴蒙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一生有人宠, 不缺钱不缺爱的四大生肖女, 天生享福命, 六十岁也不显老, 女人的一生, 无时不刻为家庭操心, 为现实烦恼, 所以老得会比男人快, 然而有福气的女人就不一样了, 因为拥有享福到老的日子, 所以注定, 可以每到六十岁也不衰老, 正如下面这四个好命生肖女, 最不缺人疼爱, 还十分有钱, 年轻到六十又何妨, 属虎的女人, 属虎女人脾气虽大, 个性虽强, 但心直口快, 有啥说啥, 这让她们十分受宠, 男人就喜欢她们这样, 直来直去的女人, 特别是有钱的男人, 都想征服属虎女, 有钱花是后半生的必然之事, 而也因为属虎女有话不憋住, 有火直接发, 所以心里藏不住烦恼, 没有了烦恼, 人怎么能不年轻呢, 她们是最容易长保青春, 直到八十岁都不老的女人, 属马的女人, 属马的女人, 一生积极乐观, 上进十足, 她们啥时候都不让自己嫌重, 能做事就是幸福, 在家庭生活中挑大量, 事业场上不断进步, 不断不会累坏自己, 还会让自己, 永远处于活跃的状态, 心态好, 所以绝对不会变老, 白头发少, 年轻常常在脸上, 也因为这份积极乐观, 属马女, 只会一辈子都被宠爱, 没有男人, 能抗拒得了她们的魅力, 属兔的女人, 属兔的女人, 最具有女人味, 在男人的眼里, 不管几岁都一样的抢手, 年龄在她们身上, 只不过是一个数字, 并不会影响她们的容貌, 所以绝大多数的属兔女, 看住都不会显老, 六十岁了, 依然身材好, 容颜亮, 再加上她们善解人意的性格, 受宠爱的一生, 是不会改变的, 她们的丈夫, 也会很疼爱她们直到老, 属猪的女人, 属猪的女人, 知足安乐, 是她们一辈子年轻的秘诀, 不管现实多残酷, 属猪女, 都能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, 生活慢半拍, 啥事都不需要太过住击, 日子反而不会凌乱不堪, 再加上属猪女, 个性贤雅, 招人爱, 她们的丈夫, 还会对她们宠爱到老, 啥时候都不缺钱, 没有啥可以操心的, 所以属猪女六十岁也不变老,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, 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静, 孝口敞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打愿就可以实现。